大家好 早安 歡迎收睇星期二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天是勞動節假期 我們一齊出去看看天氣的情況 我們見到今早來講 其實陽光已經不錯 我們見到華南島即是東部的水域 早上來講能見率還是比較低 提醒各位航海人士 就要注意海上的安全 從雷達圖長都可以見到 今早來講香港附近的雨區就不是太多 不過廣東西部就比較多趙雨的發展 我們預計今天日間局部地區就會有些趙雨 大家拿著一把傘就比較穩陣 明天那方面我們預料 我們會繼續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整體來講天色也是以晴朗為主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今天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都會有些趙雨 早上原岸就會有霧 日間天氣都挺熱的 最高的氣溫有30度 風的方面就會吹起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指摸的方面 我們預測明天都會大致天晴和炎熱 而星期四就會有幾陣的趙雨 不過好適是去到週末期間 天色就會再次好轉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